鍾建華也是一個媒體 他當初說了這番話 那現在是小桃園飯局 對還是不對呢 講到小桃園飯局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宗案 我真的笑得到 笑得到糟糕 這宗案是舊新聞來的 其實幾年前就已經 幾年前就已經上了 Court 好了 話說 他在這宗案件 很久之前 六七年前 就在1617年的時候 就有七個被告 七個被告被控 聲稱是黑社會 那就 包括很多人 就這堆人 這堆人關小桃園飯局有什麼事呢 OK 講講整個判案的過程 這宗案 就在 昨天3月13日 在區域法院開審 但這宗案是在16年拘捕的 等了七年之後才拘捕 當時就有個行動 就拘捕了299人 290人 其中呢 包括 元朗區議員 元朗夏村鄉的鄉市委員會主席 鄧麗東 OK 你現在想回小桃園飯局 你想回721宗案件 麥樂是不是很清楚 好了 為什麼想跟大家分享呢 當時怎樣抓到這七個人 就有個臥底行動 就像拍戲一樣 這位臥底警員 就不說他的名字了 OK 他就在一個 芬蘭域 在一個 洗澡的地方 就聽到他們 在芬蘭域就聽到他們的對話 真的很一拍戲 首先這個行動就叫做 飆風Supertail 臥底行動 中二病 飆風Supertail 這個行動 我幻想不到 鄧炳強 然後 各位科技 我們接下來有個 飆風Supertail 的臥底行動 你怎麼搞 我不要緊 好了 這個行動就去了芬蘭域開始上班 他就 回到一年 由16年8月16日 就回到17年8月6日 就回到差不多一年 他在芬蘭域裡面 負責做市英 接待員 就是這樣的 你走出來都算是這樣的 是不是 他在庭上認到幾個被告 包括胡鶴林 以及第七被告 王逸為 胡鶴林的朵 全部都是和字頭的大哥 就叫做日本仔 日本仔 姓王的就叫力哥 臥底就接待他們幾十次 他就引述16年裡面 他們是對話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兩個一唱一和 日本仔 日本仔和力哥的對話 就是這樣 力哥 智雄瘦18隻 不知道誰是智雄 智雄18隻 那麼重?地院? Court 不過關於黑社會 就是這樣判的 難道你幫公司做事 不認自己是聖和? 我不會不認自己是聖和 你現在回想 回想回頭 18隻就不要出來說了 18隻就是18個月 你看回 待會講講 你大 大哥 全部 五年起的計算 四五年計算 那 就說回這段對話 黑社會是這麼判的 難道你幫公司做事 不認自己是聖和? 我不會不認自己是聖和 我覆述就是 你不要說我認 我聖和跟 子哥 我不知道是 是子哥還是子哥 跟子哥 人人都知道 你不得不認 當然是 總之 出事就找一個好律師 付多一點錢 都看針針說得好不好 官覺得他誠不誠實 這樣 這個時候法官就笑了 說知道知道 這樣 朱雄官就問 臥底 誰是子哥 是銀湖芬蘭育室的老闆 第二段对话 哪个儿子就是张传汉 张传汉就是被证实出席小桃园犯局的张传汉 有以下一段对话 我当是子哥,如果读错了就不要见怪,小弟不懂事 子哥跟第三个被告叫邓丽东 和一个叫东哥的人聊天 邓丽东就是东哥 东哥就是夏川乡委员的主席 子哥就说,那些人怎么办 那些人,丁屋出事之前先按住 东哥就说,对了,你没有带到去鞠躬吗? 我叫了日本人带队去,你以为我姓我拿了正牌 我送个花牌过去 东哥就说,我们做黑社会低调一点都对 现在不像以前 子哥就对着臥底说,弟弟,我教你 做人最重要是低调 然后他臥底就说,知道了,多谢老板 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些很精彩 好了,现在就是日本仔胡鶴林,仔哥,张全罕,邓丽东哥,邓丽东 等等七人被控 在一六至一七年,声称三合会社团人士控十项控罪 同告就还有串哥,串哥好像说是楚管 之前被判罪三十二个月就是二十日 现在肯定,那你就明白,为何梁振英就要出信 是告告立场,和告告钟建华 因为在小桃园饭局里面,有邓丽,东哥,和仔哥 现在正在判罪,快要判罪了 大家就明白了 这件事是媒体有多重要呢? 我心想,首先,东哥就说,我们要低调一点 你以为还是小桃园年代? 你以为上面有人照? 你还以为梁振英照你? 你现在试试跟中联办说 我以前跟着梁振英 你以为是什么时代? 陆续有来,用完即器 当没有所有反对声音 当初找到黑社会 我对黑社会是没有意见的 我都不认识的,没有任何意见的 但是,你说到自己这么狠狠 我经常都觉得,你说到这么狠狠 我当然知道有很多社团人士是 争取自由 当然知道很多,听很多 近期都有些新闻 但是更多的,你就会有外国的 你说到自己这么狠狠 背狠狠 人以礼自信 他们为了钱 去跟极权一起欺压市民 那你等 恭喜你 而且以前的臥底卡探员很害怕 我们看的那些证人 被黑社会发现了 糟糕了 你现在害怕你? 现在警察 臥底 现在害怕你黑社会 大喊一声 你什么警察 你黑社会就立刻闭嘴了 为什么? 上面哪个大一点? 哪个字头大一点? 你和姓我? 你和姓我 是邓炳强 你看到和姓我害怕 还是邓炳强害怕? 我看到邓炳强害怕 好 好 这样吗? 好